展望樂館 航空股近期在資本市場 創造不少聲量 尤其新宇航空10月25號 掛牌上市掀起不少話題 外界認為K董本身就自帶流量 對於航空業的熱情 也是圈粉關鍵 新宇他可能未來機隊 要擴充一倍以上 同時他要開新航點 這意味著什麼 航點越多機隊越多 他的毛利率可能就會往上提升 所以這為什麼好幾家 內資法人都估明年的新宇 獲利是提高的 加上他是第三航下 一個落成很重要的 一個受惠概念股 航空市場百花其放 新宇航空更是寫下 開航四年舊上市的傳奇 未來發展備受關注 在安令新聞谷告書黃亭 在台北採訪不到